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姑娘 我和老伴来重理看病 钱包在医院丢了 我俩没有钱 一天都没有吃东西了 你看 能不能 这两位老人好可怜 那正好我这里有面包和水 要不你们先吃点吧 不用不用 要不然这样吧 前面有家小餐馆 挺实惠的 我们去那吃 花不几个钱 回头我们得还给你 哦 行 奇怪呀 如果在医院丢了钱包 就会带医院求助的 而且这附近也没有医院呀 他俩没有钱 难不成是大老转走过来的 恐怕有事情要发生 姑娘 到了 咱们进去吧 哦 行 不对呀 这种天气的饭店 当地人都不一定知道 外地人怎么会知道呢 这饭店周围都没有人 他要是进食恐怕有危险 没办法 只能这样了 姐姐 你的车被人滑了 你赶紧吃看看呀 哦 行行 你去哪儿 已经到了 你不进去 我俩怎么办 没关系爷爷 我已经报警了 警察马上出来了 你可以向他们求助 他们这是 姐姐你还不明白吗 他们和饭店都是一伙的 我也是想把你移进去 里面恐怕有危险 啊 不能吧 一开始我只是怀疑 你看现在门都划上了 你刚才这么危险 你就不害怕吗 姐姐 自古邪不压正 我们永远要相信正义 摆住 你把你带过去 你带过去 你带过去